因為今次我們設計隊長是一個女戶主 她是一個事業呈女城 其實都會上班 我們在設計上就做了一些心思 你見到入口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有個圓關位 就用了一些報紋專備 其實旁邊就有一個座墊 可以坐在這裡 將它的鞋放在下面的開放式層架 而上面就有兩個掛鉤 就可以將它外套或是屍根放在這裡 而旁邊正正在座墊的旁邊 就可以將它的售袋放下 而耳環、飾物上 可以放在上面的玻璃層架 方便它可以用最快時間上班 今次這個單位的設計 完全是為OL而設的 女戶主鍾情日式設計風格 所以設計師除了選用了大量的木 和和紙去到突出風格之外 亦都加入了不少的女性元素 今次其實我們的設計 你見到這裡有一個暗門 那為什麼我們會想用這個暗門呢 因為其實我們不想太多門框放在這裡 令到空間很花很多門 連貫性沒有那麼大 那次我們就利用了一個點點的 好像魔鬼魚的感覺的圖案 的長報 做了一些暗門位 令到空間可以看下去大一點 連貫穿多一點 令到整體設計出來 你入面木屏風 可以說是全屋的焦點之一 除了增強了設計感之外 其實亦都具有功能性 因為你本身見到後面有個牆身 其實本身有兩間房間 其實角光線都很不充足 我們這次就特意用了一個木 和紙做一個木屏風 令到它可以 首先就呼應我們整體設計 另外就可以利用一個和紙 將兩邊角線互補不足 因為只有女戶主一個人居住 所以設計師將原有的兩房打通 變成一房 你這個位置看到 其實中間有個間隔牆 兩邊都是一間房 現在我們將這個牆身拆除了 就將這個空間打通了 可以放到一個地台床 亦可以放到一個L型的陷入式衣櫃 可以留一個中間比較大的位置 可以放入後邊放瑜伽墊 放按摩椅 就可以將它變成一個小小的活動空間 要不要放開 然後加熱 好 把火 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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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熱